昨天听到一个好消息,苏贞昌等三个国台办点名的台独顽固分子,其背后的金主,被全部挖了出来。 这对于苏贞昌之流而言,可能是一个政治大噩耗,至少意味着苏贞昌在台湾岛内的政治生命,基本上提前死亡了。 几天前国台办透露,以拟定了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,并着重点了苏贞昌、游锡昌、吴钊谢三人的名,表示要对他们进行刑事审判,终身追责,要追查他们的幕后金主。 国台办这一招很高明,打蛇打七寸,特别是对台政府、幕僚、歪视头目公开点名追责,等于宣示台政府的非法性,也表达了对这个台独政府的极端蔑视。 我认为这就是两岸进入非和平状态的前奏,这招对蔡英文和手下的一众罗罗们震动很大,但苏贞昌、游锡昌、吴钊谢这三人,在各种场合却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,尤其是苏贞昌,装得格外风轻云淡,他如此故作镇定,是因为他还想参加下一届台湾地区领导人选战。 可是昨天传来的消息令苏贞昌冷汗直冒,如果仅仅是刑事追责,至少现在还不能奈何他,将来他或许还可以逃亡每日寻求庇护,因此他心里虽然害怕,但觉得还可以侥幸逃过制裁。 昨天多家媒体报道,苏贞昌背后的金主已经被挖了出来,听到这个消息的苏贞昌脸部的肌肉群,马上就有一种控制不住的禁卵。 其实这么多年来,两岸都有有识之势,呼吁制裁那些在大陆挣大钱,然后回台湾支持台独的台资企业,但一直是雷声大于点小。 这一次大陆显然是下决心动真格了,苏贞昌立即赶到了撤骨含义,毛主席有一句名言,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,共产党人就最讲认真。 所以这世界上的政治组织中,只有中共与众不同,一旦他认真起来要做某事,不管多难多苦多险,他都能够把事情做成历史上和现当代,谁要是不幸成了中共的敌人,那就倒了血霉。 这回苏贞昌等人,开始领教了被中共公开宣布为敌人的可怕。 刚刚国台办说,要制裁台独顽固分子背后的金主,立马就能把他们背后的金主,挖个底朝天。 苏贞昌的幕后金主有联兵塑料、亚东证券、庆达投资等企业。 最大金主封兴钢铁。 在江苏省化工产业领域,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产业投资。 在江苏石莲化工、淮安石原财鲁公司都拥有股份。 远东集团早在苏任台北县长时就有勾连。 鸿海集团也曾经得到过苏贞昌格外照顾。 游锡坤则与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、新大水泥董事长杨忠雄、三药建设董事长吴建森。 国光石化的董事长郭敬才。 八大电视台的总经理林博川等。 过从甚密。 吴钊谢是靠家族的资金从事政治活动的。 台独势力和台湾工商界勾结紧密。 目前几乎到了你中有我。 我中有你的程度。 露营的主要支持者莉莉集团等企业都涉及大量两岸投资。 其中莉莉集团以广泛押宝的方式。 对台湾露营群体内活跃分子无疑浓、郑运棚。 赖品于林仪锦都捐献超过50万元新台币的捐款。 当前露营群体的五大金主是远东、玉龙、何信、润泰、杨德等商业集团。 有个叫陈小珍的女人。 之前是台湾人力银行的执行长。 该企业跟民进党合作比较多。 此人主要在福建平潭发展。 他在当地的党政关系很好。 据说还加入了平潭副联兼职副主席。 凡此种种。 这些两头卖乖的集团、企业、个人。 应该准备面对大陆的认真甄别的。 大陆对这些台独金主的制裁。 对苏贞昌之流的政治生命是致命的。 而且是一杆见影的。 不怕他们嘴硬。 因为台湾的这些企业。 不得不面临是得罪大陆。 还是与台独切割的选择。 大家可不要小看这个战队问题。 这对很多企业可能是生死攸关的事情。 大家请看一下数据。 今年一至十月两岸金出口总值达2662.9亿美元。 年增27.8%。 其中台湾对大陆出口2028.4亿美元。 年增26.6%。 台湾对大陆贸易顺差1394亿美元。 比去年同期的1131亿美元增长263亿美元。 这说明。 台湾企业对大陆市场的依赖度很高。 台湾1700余家上市上柜企业。 均在大陆拥有产业投资。 岛内500强企业基本全部拥有大陆市场业务。 两岸关系发展的波动能够波及任何一家台湾企业。 没有一家台湾企业能够置身事外。 这说明支持露营的企业要么习心革面。 要么束手就擒。 他们一个也跑不了。 大陆的台资企业至少在10万家以上。 2021年第一季度。 大陆新设台资企业1195家。 同比增长33.4%。 实际利用台资3.3亿美元。 同比增长29.9%。 经第三地转投资的台资企业在大陆新设1214家。 同比增长32.4%。 实际利用台资9.1亿美元。 同比增长80.7%。 以上三大数据说明。 如果大陆认真制裁起来。 要切断民进党的政治现金来源。 是很容易做到的。 对露营企业、天律企业两面下注的企业。 要坚决推出严厉制裁措施。 对一般企业鼓励发展。 那些坚持民族大义的台湾企业。 我们要叫他们在大陆市场越来越吃香。 如此两岸经贸关系会健康成长。 但民进党将面临灭顶之灾。 道理很简单。 所谓的选举政治就是金钱政治。 没有政治陷进了。 广告、集会、网军、媒体、买票谁挨出钱。 国民党今年选举驴与失败。 跟他囊中羞涩有很大关系。 多数露营金主企业。 这一次在大陆的铁拳之下。 多半会选择生存与发展。 会与露营及时切割。 苏贞昌受到制裁无钱可用。 围绕他的陋络就会树倒狐森散。 所以金主曝光将被制裁的消息。 令苏贞昌惊慌。 让我们一起开心观摩大陆一点一点收紧脚锁。 上演一场精彩的统一大局吧。 那么在台湾问题上。 中美台有没有一种可以共同接受的方案。 在中美台这个三角中。 任何一方歧视都清楚。 台湾问题迟早一定需要解决。 对于美国来说。 如果只能在武统与核统之间进行选择。 美国毫无疑问会选择核统。 核统。 不仅一贯符合美国的公开立场。 也避免了美国在武统之下两难。 无论如何选择都会输的结果。 接下来我们要好好想一想。 美国是否真的可以接受核统。 如果美国暂时不接受。 我们可以拿出哪些文的武的手段。 让美国一步一步只能接受。 对于中国来说。 如果实现核统。 有哪些原则和底线不能突破。 有哪些问题可以商量和谈判。 接下来。 我们要把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。 以更加明显的方式提出来。 测试台湾内部的反应。 更要把核统之外的方案摆出来。 让台湾看清楚。 核统之外的代价是什么。 有没有一种中美台三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。 如果有。 用这种方案彻底解决台湾问题。 将是对中华民族来说成本最小的方式。 我个人期待。 中美就台湾问题达成某种交易。 最终实现和平统一。 这是在中国崛起成为定局。 中国要解决台湾问题成为定局的前提下。 对中国、对美国、对台湾代价最小的方式。 但如果和平统一真的无望。 在十年内时机成熟是武统。 也是一种选择。 而且这也是中国民众都能接受的一种选择。 再退一步。 如果美台不给我们留下十年的时间。 非要逼着中国提前武统台湾。 尽管这是一种风险和代价都更大的选择。 但这同样是一种中国民众可以接受。 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正在期待的选择。